我們今天還是騎到二十二針 而且二十二針全部都選手 比上次實際還好 每一針都可以用 那禮拜一我會告訴你 受精幾個問的東西 那上次十針大概估計會有二十幾個備胎 所以你等夜經來的第一天 然後第二天回程 我們要準備要切片幾天 那接下來很快要直路嗎 嗯 夜經來的第二十天 所以大概一個月之後 因為說你要一天來是兩個禮拜 那直日之後是夜經來第二十天 所以二十加十四最好是三十四天以後 那四天現在是六月十三號 但是四十七已經到七月十七 七月中去了 不過還是在農曆的六夜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用跟你請用的是QPCR24 所以我們會放兩兩天在其中就動起來 那基本上這套系統是非常精準 所以大概一顆就把我兩個都拿 那我這樣大概要切多少顆 我剛好說這顆你看可能不必要到全切 因為你幾歲 38 38 我會用這個年紀需要幾顆 我可能會抓四到六顆正常這樣的比計算 如果38歲的話正常跟不正常大概是6比4 就是4顆正常6顆不正常 如果這樣的前提下我可能會切最多上些是10顆 不會全切啦 你會超過10顆 最多去10顆 加上些10顆就夠你生 都送雙胞胎了啦 所以你切太多 將來用不到也是 你又不可能要送一趟籃球隊 對啊 試一次 好 那就簡單 第一次 兩件事情交代 就 呃 禮拜一過來看下面要負責 這段結局不會輕鬆 第二件事情就一天來第二天 準備來胃胎 那除非你七月份職日胃胎 有看 你婆婆有看時間看日子看時辰 那你要告訴我就要給你 冰藥我要去設計 配合你婆婆的時間 應該不會看時間嘛 好不好 我回去忘記 你先問看看 要的話你再回來跟我拿冰藥 那就是說要設計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順其自然 那就是大概一天六月裡會來 就一天第一天來找我 第二天來找我 看到底嗎 那行房 你拜來看一下有沒有去霧水 應該是有一點小小的 但是不會 但沒有上市嚴重 比上次四千八 這次是三千九 那我們破軟針打得很保守 那應該今天比較沒有上市帳 沒有上市 因為上市反應 上市反應是四千八 這次是三千九 少了九百 少了一千左右 那個值比上市低 好 看到底嗎 好 謝謝 我這段會唱給你 沒有 我真的說 那是